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性情秘语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件 首先班戈的一名男子基斯布拉德福德因性亲儿童被判刑10年 然而他在州立监狱中去世 成教部门并未透露具体死因 接着我们看看詹姆斯敦 一名高风险性犯罪者罗伯特·斯科特·文克尔最近搬到了当地 他有多次性犯罪记录 社区需要提高警惕 最后雷丁市的克里斯托弗·W·坦纳因持有和制造儿童色情物品被捕 面临一系列新的严重指控 这些案件揭示了我们社会中一些黑暗的角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宁静的清晨 73岁的基斯布拉德福德·皮斯·布拉德福德在查尔斯顿的山景城教所中悄然离世 他曾是班戈的一名普通居民 却因在2016年至2018年兼性侵一名幼小的亲属遭到法律制裁 并被判处10年监禁 2019年布拉德福德选择对非法性行为不争辩 这意味着他不承认有罪 但接受如同认罪的惩罚 然而布拉德福德并未等到 他本应于2028年5月的最早释放日期 就在一个寂静的凌晨3点30分左右 结束了他在囚禁中的生命 缅因州成交部门在新闻稿中确认了他的死讯 却未透露具体的死因 这个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和新闻平台上传播开来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一些评论者表示对受害者的同情 并认为布拉德福德的死对受害者家庭来说 或许是一种解脱 然而 也有人质疑成交系统内部的运作 尤其是如何确保囚犯在服刑期间的安全和健康 无论如何 布拉德福德的故事在这个小镇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不同于布拉德福德的故事 54岁的罗伯特、斯科特、文克尔、Robert Scott Winkle 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今年8月 詹姆斯敦警察局宣布 这位被定罪的高风险性犯罪者已搬到詹姆斯敦居住 这个消息立即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恐慌 文克尔现居于First Avenue NE403号13市开着一辆浅绿色的PSO 车牌号码为田纳西州692BCGW 根据北达科他州风险评估委员会和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评估 文克尔被列为高风险性犯罪者 早在1995年 他就在巴尔德摩因三级性犯罪被判处三年监禁 虽然实际只服刑了33天 但随后被处以18个月的监督缓刑 2016年文克尔在威廉姆斯县地方法院再次因重罪限制 猥亵暴露和两项严重性侵犯罪被判刑20年 其中8年缓刑 同时获得712天的服刑时间抵扣 加上5年的监督缓刑 这些案件让文克尔成为当地居民心中的不安因素 尽管法律上他有权重新开始生活 但他过去的行为却无法被轻易遗忘 同样的 雷丁市的克里斯托弗 W 坦纳 Christopher W Tanner 也陷入了法律的重压之下 这位28岁的男子因涉嫌持有儿童色情物品而在5月被捕 而伯克斯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于周五宣布 对其提出了新的指控 这些指控包括制造儿童色情物品的儿童性虐待 猥亵侵犯罪 非法使用通讯设施腐化未成年人和猥亵暴露罪 调查显示 2023年10月 当局接到国家失踪和被剥削儿童中心的通知 称在社交媒体平台Snapchat上 通过一个与坦纳相关的特定互联网协议地址 分享了几个疑似儿童色情物品的文件 随后 在2024年3月 县侦探在坦纳的住所执行了搜查令 查获了两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根据伯克斯县地区检察官法证服务部门的分析 从这些设备中恢复了大量数字文件的儿童色情物品 更令人震惊的是 调查人员发现坦纳在数字视频中出现 并且这些视频是在他的公寓内拍摄的 视频中的孩子告诉调查人员 他们曾在被告的住所度过了一段时间 并且被告在他们面前有不当的性行为 坦纳于周四在地区法官塔里萨L约翰逊面前被提审 并以15万美元保时金被关押在伯克斯县监狱 这一连串的事件不仅揭示了美国社会中的一些依案面 也使得人们对司法系统和监管机制的信心受到挑战 布拉德福德 文克尔和坦纳这三人的故事 虽然各自不同 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的行为对受害者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案件提醒我们 保护儿童和弱势群体免受伤害是每个社会的责任 而如何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 则需要法律、社会和家庭共同努力 布拉德福德在监狱中的死 无疑为他的受害者和其家人带来了一些心理上的解脱 但这并不意味着伤痛就此消失 受害者及其家庭仍然需要长期的心理支持和辅导来恢复正常生活 而对于住在詹姆斯敦的文克尔 当地社区的反应也表明 人们对于性犯罪者的重新融入社会持有戒心和警惕 这种心理上的矛盾需要通过更全面的社会教育和法律监管来解决 坦纳的案件则特别令人心痛 因为它的犯罪行为涉及未成年人 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这也显示了互联网在儿童色情物品犯罪中的角色 并提醒我们需要加强对网络犯罪的监管和打击 总的来说 这些案件提醒我们 社会在性犯罪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更多的努力来保护弱势群体 并确保犯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和监管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让人痛心的话题 儿童性侵犯罪 首先我要强调 这些罪行对受害者 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是深远且无法弥补的 以班戈基斯布拉德福德为例 他在2016年至2018年间对亲属进行性侵 而在州立监狱中去世 这显示了司法系统对这类罪行的严厉打击 然而 我认为 我们应该更强调预防措施和教育 以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 楚天书 你说的没错 儿童性侵确实是极其可恨的罪行 但你知道这些罪犯多数是如何逃脱法律惩罚的吗? 看看罗伯特·斯科特·文克尔这个人 他在1995年犯下三级性犯罪 只服行了33天 这种侵判让我怀疑我们的司法系统究竟是在保护谁? 我认为 对于这些高风险性犯罪者 我们需要更严厉的惩罚和更长的监禁期 以确保他们无法再伤害无辜的人 谢琪琪 你提到的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这恰恰证明了我之前所说的 预防和教育是关键 看看克里斯托弗·W.坦纳的案例 他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儿童色情物品 这样的行为如果能够在早期被识别和遏制 或许就能避免更多的受害者 我们应该投资更多资源在科技监控和教育项目上 让社会各界都能够参与到打击这类犯罪中来 而不是只依赖于司法系统的事后惩罚 楚天书 你说的科技监控和教育听起来很美好 但现实是 我们的社会对这些罪行的容忍度太高了 你知道吗 在坦纳这个案件中 他被捕后保释金只是15万美元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这样的保释金设置让人担心 这样的罪犯在未来是否还会有机会再次犯案 或许我们应该考虑更严格的法律和更高的惩罚力度 让这些罪犯知道他们的行为是无法被社会所容忍的 谢奇奇 我同意法律应该更严格 但这不应该是唯一的手段 我们需要一个多层次的解决方案 包括教育 早期干预和社会支持 以古罗马为例 他们对社会的稳定和法律的严明有着高度重视 但同时也注重公民的教育和道德培养 我们可以从中借鉴 建立一个更全面 更有效的系统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让这些罪行无所遁形 楚天书 你说的古罗马真是让人怀念 不过我们现实世界中的案例却让人心寒 这些罪犯往往能够通过各种漏洞逃脱惩罚 或者在刑满事放后再犯 你知道文克尔在他之前的犯罪历史中 多次被判刑 但都未能有效制止他再犯 这说明 我们的系统需要更高的惩罚力度和更长的监禁期 或许还应该考虑化学阉割等手段 来真正保护我们的社会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确保这些儿童性犯罪者永远无法再犯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